好,各位棋友大家好,那这晚棋是10月31号进行的三星杯16强的比赛 由黑方一力了,对战白方崔金,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变化,白棋往右边分头,把黑棋的模样打散 黑棋手脚,白棋拆二,加俩黑棋点三三 然后在右上角的定型,白棋挂脚的时候,黑棋选择夹击 白棋也没有往脚上掏空,反夹,那黑棋扎钉,把脚空拿住 之后白棋扳断,黑棋选择十字架钉式 不过当黑棋飞出来的时候,由于边上是白棋的子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做根据地还是会有些麻烦的 黑棋继续飞出,白棋如果说就这样贴着走的话 那被黑棋贴下去,有点帮助黑棋补齐的意思 所以说白棋靠牙出头,下的比较灵活 黑棋先把左边补好,白棋顶住补齐 不过上面这里白棋还是没有完全活 黑棋这颗子虽然说被白棋封锁了,但是还是能联络 接下来黑棋跑出左边的子作战 AI认为呢,因为黑棋就算再花一手棋去吃的话 也比较重复,所以说白棋可以考虑飞出 又扩张左边的模样,黑棋要是继续补的话又会落一个后手 那这样白棋满意 实战白棋还是舍不得 所以说决定站出来逃跑 黑棋跳出 因为白棋没有出头,所以说这里冲断就不太好了 被黑棋罩住,两边都雷捕 所以说白棋靠牙出头 黑棋再往上搜根 立下去,这手棋非常严厉 外面虽然说黑棋有个断点,但是白棋断的话完全不严厉 首先白棋是一个鱼形,气井 黑棋又有这个二路搬过,又有往前长一个 把白棋断开 所以说上面这里白棋是非常薄的 黑棋也可以考虑先把左边这个冲断补掉 让白棋往上方补齐 这个效率已经比较低了 黑棋再把这两颗子搬出来 这样黑棋两边都可以处理好 实战白棋沾 虽然说气稍微好一点 但是仍然很薄 那黑棋搬出 白棋断完之后断打 然后把黑棋闷进去 但是这样下也是比较损控 黑棋就反打完之后 沾上 这样的话黑棋右上角围的目数还是非常多 白棋现在面临难题 那就是左边那一步 上面也得补 那只能补一边 白棋左边冲断 黑棋直接往中间一飞 这个地方黑棋下得非常的舒服 因为这个里和外的交换 白棋的效率就非常低了 白棋冲 黑棋反冲一手 白棋断打 这个地方虽然说黑棋 作战的话比较有利 但是黑棋也不要马上去 把这颗棋筋粘回 这样的话让白棋先出头 还要反攻黑棋 这两颗子 所以说外面现在出头 是最为重要的 黑棋跳一个 白棋右边打吃 先手 然后选择项部飞出 这个地方白棋 行棋的这个方向 是出现问题 白棋的思路呢 就是往右边项部飞 可以把黑棋中间 这三颗子切断 那为什么说 往这走棋不好呢 就是因为 这个不是围空的地方 对于黑棋 这三颗子来说 影响也比较小 黑棋完全可以继续出头 所以说白棋 倒不如往左边大跳 围空 然后白棋上面 这块棋也不用担心 随时提掉可以连回 右边也可以出头 所以说左边 才是应该走棋的 这个地方 实战白棋往右边 向不飞 被黑棋刺一下 这个棋已经非常重了 再往前碰 白棋可以说是动弹不得 因为这个地方 只要白棋往右边补棋 落一个后手 被黑棋连回棋筋的话 那白棋上面全死 所以说右边已经不能再补了 那白棋这个时候 可能最好的下法 就是往外点 让黑棋连回 白棋再提掉棋筋 这个是尽可能的抵消 黑棋外面的后卫 实战白棋也是没有走到这一下 直接提 那这个效率太低 上面这块棋全部是团在一起 黑棋往右边 搬过 那黑棋右边全部连回的话 白棋连同这个拆二 都变薄了 所以说整个上方的战斗 白棋是比较亏的 这个胜率也一直在下降 接下来白棋尖顶围住脚控 然后飞出扩张模样 黑棋非常敏锐的往路拖 先保留些味道 以后不管是这个段 还是说反斑 总之黑棋是有后续手段 那接下来就看黑棋的这个判断 现在双方各有一块模样 黑棋要是互相掏空的话 可以往中间这一带走一手 这样白棋往下方夹击 那黑棋就断完之后连回 白棋左边的空变得非常的扁 不过黑棋下方的空也被掏掉了 这个就形成一个转换 实战黑棋可能觉得 现在的局势还不错 所以说不想走得这么复杂 就力二拆三 把底下连成一片 白棋也往左边围 那这个地方AI觉得黑棋确实不错 甚至于直接推荐黑棋的招法是正 在外面稍微压缩一下白棋 比方说往这一点有跨端 白棋补黑棋飞回 这样中间多多少少 黑棋还是能围出一些目数 白棋如果说从右边这里掏空的话 毕竟是一个X2的机型 以后黑棋还有这种点 点完之后飞下去的这个手段 白棋也是比较薄的 所以说就这样简单的违控黑棋都还不错 实战黑棋先往上拐出 这个地方想多一些借用 白棋断黑棋再往旁边碰 这个就下的比较直接了 白棋如果说搬的话 确实因为气景 这里黑棋打持穿出来 白棋挡不住 断打完之后有双打持 那实战白棋往上补齐 黑棋就搬进来 这个时候白棋是可以断的 不过为了吃黑棋这颗子 如果让黑棋外面打吃先手 虎过来 白棋拐打黑棋沾 那黑棋外面铁后 这样的话 黑棋周围是肯定可以围出来控的 所以说白棋就选择反击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往下方打路 那黑棋就不客气了 直接往左边打吃 这样白棋这里的控 已经被黑棋打穿了 然后白棋显然是 这个招法也比较凌乱 这个时候按道理来说 控不太够的情况下 应该直接掏控 AI推荐的选点是 白棋往脚上碰 搬的话就藏进去 那实战白棋跳出 黑棋跟着跳 不过这么下 白棋是没有空的 所以说脚上就算不掏空的话 往边上打路也是可以的 这里打入黑棋联络 白棋拖过 黑棋再补一手 白棋沾上 这样的话 黑棋连回 白棋再往脚上掏 把黑棋下方的控 全部掏掉的话 那白棋也算是有收获 实战白棋 走的还是比较大局 小尖出头 那黑棋尖顶 这样看上去 白棋只是一串单关跑出来的话 破掉的空非常有限 而且按道理来说 白棋走在外面的话 这个棋那就干脆再走后一些 搬完之后打持 然后再搬头 这样白棋又比较厚实了 不过会落后手 实战白棋的招法是非常俗的 往脚上顶 这个已经比较卖味道了 本来有这个三路点 现在顶 然后跟黑棋陆利交换 那黑棋脚上基本上就要围扎实 然后上面这里飞压过来 也把底下这个打入卖掉了 现在黑棋贴住 这个两边的空围的都非常扎实 那白棋到底想干什么 下了一串俗手之后 再往左边飞 那很明显白棋是对黑棋 左边这一块有想法 但是想攻击这块黑棋 可以说基本上不可能 黑棋只要马上把这颗子提掉 非常冷静的补一手 白棋上面还不能被扳二字头 这个气太紧 长的话黑棋 左边刚才二路拖的这颗子 就起到作用了 直接反扳 白棋不想被断的话 长黑棋再往边上跳一个 这个棋是肯定可以做活的 如果黑棋能下出来这一套连招 就宣告白棋底下 完全是在做无用功 因为对黑棋来说毫无影响 反而把这个黑棋之前的这个虚控 全部让黑棋围的非常扎实 所以说黑棋应该简单做活 实战黑棋往下方跳一个 这个棋没有看懂 可能是觉得这个死活有问题 那也不可能 这个棋肯定是活棋 那走到这种棋之后 白棋往右边碰 看到无法直接攻击这一块 那又回到右边掏空了 碰完之后黑棋扳 白棋反扳进来 黑棋如果说单退的话 确实有棋 这个地方虎一个黑棋头的 不断的话 白棋虎下去 那目数便宜 打吃的话 白棋反打 这个截白棋也不重 因为白棋的棋型比较有弹性 那黑棋沾上 那白棋底下挤一个 还有这个挖断 那白棋周围是有潜力的 所以说黑棋还是选择 直接打吃穿出来 白棋扳 黑棋单阵 等于说把脚空让给白棋 黑棋想把白棋右边这里穿掉 这个棋 黑棋如果说直接拐头的话呢 主要是多了一个断点 白棋脚上断打的话 黑棋还得补 那白棋提掉 一手棋就把脚上补干净 除此之外 黑棋外面断的话 白棋这颗棋筋还可以继续跑 两边形成缠绕攻击 这样黑棋反而不好 所以说黑棋还是单粘先补断 白棋脚上打吃 粘上 黑棋拐头 断的话会被白棋闷进去 因为脚上这里 白棋打吃完之后 还要继续贴住收棋 所以说黑棋得补 那就被白棋全部封锁了 黑棋呢 是比较看重外面的厚薄的 决定对白棋 右边这一块形成威胁 所以说黑棋果断选择放弃脚控冲出来 白棋倒虎补棋 黑棋再战 不过这个地方确实 这样选择的话就多了一点变数 毕竟黑棋下方 这四颗子还没有安定 白棋先往上方扳 交换一手 然后拐头 黑棋二路扳过 白棋右边做活 因为这块棋也不能弃 目数太大 黑棋小尖逃跑 接下来白棋跳出 黑棋继续小尖 其实这个时候 黑棋只有一块棋需要处理 白棋两块棋都有问题 右边也不活 底下还有斑断 所以说仍然是白棋南下 这个时候呢 AI已经在劝白棋 赶快把下方这个斑断补掉了 这个地方补一手是非常有必要的 右边虽然说非常危险 但是也不至于说马上就会死掉 首先白棋有这种二路飞 作严的手段 其次呢 像这种断 黑棋要是边上补呢 白棋就可以各种出头的方法 打持的话 紧住黑棋器 白棋扳也可以作严 所以说白棋应该先把底下这个问题补好 实战白棋还是比较担心右边 所以说断 先把这里安定 不过这样的话 接下来黑棋有一个致命的杀招 就是直接斑断 这个斑断是相当严厉的 斑断之后呢 白棋脚上不活 底下这块棋断打完之后 长也没用 被黑棋扩下来对杀 白棋棋不够 不仅脚上要被杀 然后外面这块棋也要被杀 所以说黑棋马上斑断的话 白棋就要崩溃了 但是黑棋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选择往右边 跟着白棋走 打持 白棋长黑棋这个时候 再搬的话就不一样了 因为白棋上面多冲出来这一下 黑棋再长的话 白棋可以这样挤 挤完之后断 那黑棋要被闷进去 所以说这里黑棋没有下好 实战黑棋像不飞 白棋继续往上补齐 黑棋现在搬断的话 还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先挑一个 联络完整 白棋往下方顶住 接下来的话 黑棋是选择往右边沾 这个地方黑棋已经错失 刚才那次机会了 如果说往底下正联络的话 也不行 白棋可以刺一个 把底下先补好 黑棋沾 白棋出头 右边 白棋也死不掉 黑棋长的话 白棋挤完之后断打 也是活棋 所以说正下的话 白棋两边都要分别作活了 实战黑棋先往右边破眼 沾 打持 白棋挤一个 黑棋挥一个 之后白棋往底下冲 断打 黑棋沾 白棋挺投 黑棋靠住 然后白棋还是要顾及到脚上这里的断点 所以说贴住 这样的话呢 算是补好了 因为黑棋直接断的话 白棋往前吼一个 这里有一个打持接不归 不过白棋还是缺乏眼位 黑棋先把右边白棋的这个联络 贴断 贴住 白棋大跳出头 黑棋坚定 白棋连回 黑棋再往前跳一个 斑的话呢 确实放不住 白棋有这手挖 挖的话 黑棋打持 白棋反打 长一个 要把黑棋右边大龙卷进来对杀 白棋的气看上去也是挺长的 所以说正下 黑棋没有把握 实战 黑棋跳一个 白棋右边挤 挤完之后往中间长 黑棋沾上不断 白棋右边冲 先手再往中间一跳 这个棋感觉有一点陷阱在里面 因为很明显有个冲断 黑棋也就马上直接冲断了 白棋打持 黑棋如果说反打的话 白棋是不怕的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有二路飞 做活的手段 所以说黑棋也就没有打持了 直接往脚上夹一个 这个棋呢 白棋实战选择的是往下扳 如果说白棋在左边跟着硬的话 那黑棋底下冲一个 白棋往脚上补 倒也还可以 这样的话 白棋把右下角做活 左边的空围住 这个棋就要拼收关了 实战白棋选择反击 往下方扳 黑棋冲出来 白棋再往下挺投 其实这个时候黑棋的局势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会发现白棋到处在寻求战斗 但是每个地方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右下角这个空也没了 右边这块棋虽然说活了 但是也没有什么目数 反而是让黑棋下方成空 中间也让黑棋走得比较后 而且顺带黑棋左边这块棋都快连回了 所以说目前来看白棋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但是恰恰在下一手棋 黑棋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失误 这个地方完全不应该 我们先来看一下黑棋正确的应对方式 这个地方首先沾可以 沾的话白棋夹下来 黑棋一路扳 留了一个扳过 白棋要是阻度是后手 而且白棋外面要被黑棋冲烂了 这个地方得补 黑棋可以扳回 这样的话白棋左边还有问题 冲过来的话 黑棋可以直接挤在这 把白棋断开 这样的话又要杀右下角 然后外面这块棋还有问题 也不活 黑棋底下虽然说也没有完全活 但是这个气肯定是要多于白棋脚上这一块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 黑棋能够杀白棋 还有一种就是更为解明了 就是往底下扳 把这两个子吃住 白棋夹过来 黑棋补一手 白棋长上去 黑棋直接冲完之后断 底下有个断打 白棋内补 黑棋长 白棋团住 那黑棋断完之后 这个是为了景气 沾上白棋提 黑棋再往脚上跳 这样的话也可以反杀白棋 因为白棋底下这根棍子的话 牵了一个斑过 这个地方要补一手 所以说右边像这种打吃作眼来不及 会被黑棋直接反杀 那白棋如果说斑过的话 黑棋就直接冲一个 把这个眼破掉 然后简单收起 这个棋 黑棋是有一只眼的 白棋没有眼 而且这个攻期非常多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是肯定杀不过黑棋的 这样白棋也要被吃掉 所以说这里无论如何 就是这两颗子 不能让白棋连回去 黑棋不管是直接搬景气 还是说沾上分段都可以 白棋这里都要死掉 但是实战 黑棋却走出来一个最差的 从这条路爬 被白棋往底下打持 突然就出棋了 因为这个地方看的是非常清楚 黑棋先打 然后沾上这三颗子的话 白棋从这打持就溜回去了 黑棋沾上白棋提 再从这儿挤 跟白棋对杀的话 黑棋下方这一串只有四口气 显然是杀不过白棋的 所以说这个非常低级的失误 突然就让黑棋右下角 被白棋反杀了 那这个局势马上就要逆转 不过也不能说白棋非常稳 因为左下角这个地方 确实还是比较薄的 接下来黑棋打持 接下来白棋下的也不够解明 这个地方就成一个黑棋冲 那就把脚让给黑棋 白棋只要外面吃通的话 这个木属白棋已经反超了 实战白棋还不依不饶 这个地方居然还要把脚守住 黑棋提 那外面的后保完全就不一样了 白棋下立 黑棋中间断打 白棋右边做活 黑棋跳破眼 白棋冲完之后 再断打黑棋提 白棋挡H 右边大龙做活之后 黑棋往底下沾 白棋打持 黑棋沾上先手 白棋提 然后黑棋把这个尾巴跑出来 这样的话 很明显看到 左下角白棋这样选择不便宜 虽然说我把脚控围住了 但是黑棋靠近中间这一带 也是成了不少木属 所以说这个差距并不是非常大 接下来白棋拆 把这个边控捞到手 黑棋扛下去 白棋扳黑棋顶 白棋打持 黑棋沾 接下来白棋沾上 黑棋虎一个 然后再往右下角跳 这里黑棋肯定是想走成一个收器吃 然后白棋的控缩水 然后接下来黑棋往下方挡住 眼看着这个棋就奔着收官而去了 不过接下来 确实底下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我们来看实战 白棋往左上角扳 黑棋扑一个 补棋 白棋挡住 补掉这个断点 黑棋打 然后白棋往底下靠住 黑棋扳 白棋这个地方也不想平稳收官了 从这手棋就可以看出来 白棋认为这个里面是肯定有棋的 这颗子如果说损进来出不了棋的话 白棋就亏大了 黑棋断 白棋一路打 黑棋站 接下来的话 白棋选择的是贴住 这个地方呢 白棋最好的是虎一个 虎一个 黑棋扳 白棋断打完之后打吃 黑棋翻打破眼 白棋提 黑棋切断的话 那白棋可以全部连回 脚上还有一个打吃 黑棋沾回 白棋可以断 黑棋提 白棋冲完之后再打 那这个地方将会形成一个截针 不过黑棋的气也是非常紧的 这个截白棋倒不怕 实战白棋连回 黑棋右边挤 白棋沾 黑棋沾上 白棋中间提掉 先把这里吃通 那右边大龙肯定是火棋 这个棋黑棋杀不了 点的话白棋 关键是有上方活一个 作眼 沾的话 一只后手眼 两眼活起 扳的话破眼 那白棋挤一个 上方黑棋有两个断领 所以说这里有只后手眼 那白棋就不用担心了 不过黑棋扳的话 这三颗子就不能要 赶快往右边作眼 然后黑棋选择战胜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地方 如果说黑棋长 让白棋断到这一下 黑棋是必须要提的 这样白棋冲完之后 黑棋断 白棋在打 还是一个截针 有截的话 反正始终有变数 所以说黑棋想净杀白棋 那就必须要把这个 可能出现的截补掉 沾上 白棋往下虎 然后黑棋右边扳 这个是大将 之后长一个破眼 白棋往脚上冲 黑棋先冲一个 团柱 接下来的话白棋选择是冲 我们来看一下白棋如果说 先往上沾上长气 是一个怎样的变化 其实这样下黑棋是不行的 因为黑棋底下得断 白棋沾上先长气 脚上有冲断 黑棋得补 白棋中间冲完之后再断 黑棋反正左边已经被断开了 黑棋打持收气 白棋这样和子就不要了 直接往右边断 这样的话黑棋底下得连回去 不然的话中间补棋被白棋往这打 接不归 黑棋得连回 白棋可以往中间打持 这儿还有一个双打 这样白棋可以全部吃掉 不过这个计算量也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在读秒的时候 想把这个里面全部算清楚 难度相当之高 所以说白棋还是按照这个惯性思维 黑棋团住 白棋先把黑棋冲断再说 黑棋断打 白棋沾 接下来黑棋打持也是只此一手 先手把这只眼保住 白棋沾上 黑棋再往左边扑 这个是以后就是有这种挖 挖然后白棋打 就是收气的话 这个白棋是得先沾再提 然后再收气的 这个先扑一下 有利于这个延气 然后黑棋立下去 先把这个棋藏出来 这个棋藏出来之后呢 白棋也是没有马上在这动手 先往上沾上 这个是先手 黑棋沾上做活 白棋再往中间沾 其实黑棋这个地方 还有个杀招 可以马上把这个局势反转 就是断进去 这个是有关白棋的这个气的 让白棋无法长气 黑棋的联络呢 也没有问题 中间白棋冲一个 黑棋可以沾 底下白棋顶住 黑棋沾上 白棋还是无法连回 两边都有断点 站右边 黑棋直接往脚上连回 这样白棋就已经被反杀了 所以说只要反杀白棋这一块的话 那黑棋这个局势要翻 胜率达到80多 而且除此之外 白棋脚上还有棋 黑棋可以往二路点 这个棋黑棋要翻盘了 那实战呢 黑棋没有走到这一下 选择冲一个 冲一个呢 以后白棋沾上还是可以长棋 这个要点没有走到 不过下一手棋 白棋又出现了小问题 就是往上点 这个应该是打将 那对于白棋来讲 刚才还不如直接提 提的话 黑棋挤 白棋往中间 这里冲完之后断打 黑棋右边沾 白棋提 黑棋挤一个 白棋可以先打持 然后往脚上沾 这样的话 就是用这块棋 跟黑棋 左边这块棋对杀 黑棋收气 白棋收气 黑棋再打的时候 白棋这个尾巴就不能要 再要的话被黑棋打 死掉了 白棋可以先沾 黑棋提 那白棋再打 刚好快棋可以把 黑棋左边吃掉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直接提掉就可以了 提掉之后收气 实战白棋往上打将 但是这个地方 又给了黑棋转机 黑棋在这个时候 还是应该走到 这个收气的要点 先把白棋这块棋杀掉 然后白棋上方破远的话 脚上还有一个一路铺结 这样的话 先把白棋一条龙吃掉 然后左上形成大结活 黑棋还是有机会 因为黑棋在下方 也是有结材的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应该拼这个结 实战黑棋也是 可能这个时间来不及 去思考 这个结材的数量如何 所以说也是跟着白棋 先继续走 把这个活掉 白棋上方贴住 黑棋居然还跟着白棋 继续走 这个其实价值已经非常小 然后让白棋多出来 非常多的这个思考的时间 最终决定把下方沾上 那下手这儿还是非常的复杂 这个底下有好几块棋 纠缠在一起对杀 黑棋团住 收气 白棋提 黑棋现在再挤 其实已经为时已晚 被白棋断打完之后 先沾在这里 长期的话 白棋气又变多 然后黑棋往右边挤 断 白棋上方打持 先尝出来一口气 然后再往右下角收气 其实这个地方 白棋也不用在右下角收气了 直接往下方挖 就把黑棋挖死了 这里黑棋断打的话 白棋可以翻打破眼 黑棋作眼也没用 白棋直接收攻气就行了 这里沾上 黑棋收气 白棋再收气 还是快一气杀黑棋 实战白棋往右下角收气 其实没有必要 黑棋往底下一路立 而且白棋也没有 这个点在这儿收 斑的话就差一点了 黑棋如果说 马上打持的话 白棋打持破眼收气 黑棋先提截 那白棋只有先粘截 这样黑棋断持 这个里面 不管怎么样 还是会形成一个截针 虽然说是一个 缓气节 但是黑棋还是不行 实战 黑棋选择单瞻 单瞻的话 被白棋把这只眼破掉 那 黑棋只有继续破眼 关键是右下角 这个对杀黑棋不行 被白棋挡住收气的时候 黑棋如果说打持 然后收白棋中间的气 白棋再收气 还是快一气杀黑棋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 就在于 黑棋不管跟白棋哪一块杀 气都卖一气 那黑棋只有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脚上 看能不能出气了 黑棋往路点 这个棋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一路爬有没有起 一路爬的话 白棋虎一个 黑棋长气 白棋虎下来收气 黑棋一路点 白棋沾 冲进去破眼 白棋打 冲进去再破眼 白棋就收攻气 这样的话黑棋想杀白棋 只有再往里面送一个破眼 值三 白棋可以收气 黑棋再打持完之后 点进去 白棋再往外收气 又是比黑棋快一气 所以说 只是从一路爬的话 黑棋气不够 实战黑棋往路点 白棋也就直接挡下去了 这样的话呢 黑棋往里面爬 白棋回下去 黑棋打持完之后 搬 白棋收气 黑棋收气 这样下白棋也行 只要把黑棋下方吃住 脚上让黑棋活出来一块 都不所谓 白棋的空还是领尖 实战白棋挡下去 黑棋要是断打 跟刚才一样 白棋收气吃就可以了 接下来 黑棋是先往上断收气 白棋脚上沾 黑棋往里面爬 继续收气 那自己棋白棋没有搬 搬的话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黑棋有这个 铺完之后再铺 又形成一个结针 所以说白棋就立下去 这个是看得最清楚的 最终黑棋挡住 白棋往一路点破眼 这个棋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接下来不管怎么走 都是一个假双活 黑棋要是冲破眼的话 那白棋贴回去 收气沾上假双活 因为黑棋这个外面是死的 然后如果说拐下去 作眼的话 那白棋也作眼 又是一个假装活 这样的话 黑棋就这个直接被杀穿了 底下这几条龙全死 那这盘棋可以说也是跌宕起伏 开局阶段的白棋上面这一串下的非常有问题 紫效非常低 导致这个局势也是早早的陷入到被动 但是黑棋的问题呢 就是在右边这里的定型出现问题 特别是右下角 当白棋这个扳段没有补的时候 黑棋如果说直接扳出来 马上就可以让白棋崩溃 实战黑棋的这个招法也是有问题 导致白棋两块棋全都能活棋 然后黑棋并没有太大的收获 但是因为之前黑棋的优势比较大 所以说仍然是黑棋好下的局面 关键的地方就在于 黑棋突然出现了这个 让人看不懂的这个失误 包括底下这个直接往路爬 让白棋直接反杀右下角 这个棋黑棋的失误真的是比较低级 还有就是在左下角这里 左下角收棋的时候 黑棋如果说直接往里面挤一个收棋的话 这个棋能把白棋反杀 后面就算黑棋看不到白棋打将往上方点破眼 黑棋应该也是先把左下角杀掉 然后再拼左上角这个节 但是黑棋也是判断失误 始终跟着白棋带走 最终让白棋又发现了这个怎样去长棋 然后把黑棋这几块棋全部吃掉 好那这款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